这片地 缘分是我们的爱 陈建年哀而不伤的歌唱技巧 把乡愁呈现的淋漓尽致 让听众感同身受 其实我对这方面也没注意 也是外地来的游客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听到音乐这种方式 就迅速地拉近了这个距离 然后这个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一种方式 让我觉得和它的距离感减少了那么一点 然后有更加的兴趣去了解 他们的这个背后的文化吧 胡德夫以这一首《悲难民谣》 美丽的稻碎开启台湾校园民歌的运动 他高亢的嗓音用足语歌唱感动听者 他的音乐里面是有用他们自己足语 可是我们虽然听不懂 可是能够从中去感觉到他们对他们的遭遇 鼓励台湾文学馆展出原著民族转型正义文学特展 其中用音乐的方式拉近民众对原著民族转型正义议题的距离 这些歌曲其实是象征不同时代的原著民创作者 利用歌谣的方式去把他们的诉求传唱下去 然后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 也透过唱片发行的方式去让更多人 透过这些歌曲去理解到他们所关怀的 或者是所担忧的 以及他们希望能够传承下去的意念 原著民族转型正义文学特展展期至3月10日 特别收纳十首原著民歌手 演唱的足语和中文歌曲 呈现原著民从被采集 观看的他者进入主体发声的追寻过程 原始新闻Mulas Takiu台南市采放报道